多謝主席 尊敬的立法會主席閣下 各位議員 2020年 部門經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考驗和挑戰 國安範疇全面執行特區政府的整體防疫部署 同時持續防範和打擊各類犯罪和不法行為 社會時安持續保持穩定 2021年面對錯綜複雜的全球和區域安全形勢 新冠發炎疫情對社會經濟民生造成的損害和後續負面影響 國安範疇將繼續貫徹行政長官協同反進變革創新的施政理念 取取更前瞻更果斷的治理措施 積極協助達區政府全力推進維護國家安全體系建設 依法逐步落實現代民防管理 加強警隊的剛性管理和游性關為 不斷深化死區警務 持續推進構建智慧警務體系 進一步推動通軍便利化 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 構建更堅實的安全保障 第一篇 總體國安篇 2021年在行政長官的領導下 國安範疇將繼續值參與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和網絡安全委員會全力協助行政長官進行決策 做好相關政策執行的工作協調 以行政法務範疇緊密合作 研究優化其他國安配套法律 及附屬單位 恐怖主義罪案預警及調查處 及網絡安全處的全面運作 持續健全為開展國安執法 及支援國安委 及網絡安全事故預警及應急中心的運作 所需的內部運作機制 及了虛展研究為建立符合現代反恐工作機制 適時提出組織及自然配置方面的優化方案 繼續承辦特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活動 利用各種傳播媒介發布國安專題文章 以及轉載國內國安消息及相關活動資訊 致力託歡受眾層面 將繼續透過青年培訓計劃 效言宣傳推廣主題體驗及交流活動 向青年學生傳達有關國家安全的訊息 培養其家國情惠及社會責任感 密切注視周邊安全情況 全面開展風險評估及情報搜集 嚴密監控海上、沿岸及口岸的安全狀況 加強與越港執法部門的聯繫與合作 協同防範外部勢力的散透干預及恐怖破壞活動 做好防範及應對確保第七屆立法會選舉順利改行 第二篇 前瞻執法篇 將透過加強對大數據的應用 做好安全形勢的科學準確的分析評估 前瞻制定反應策略 強化預測、預警及預防各類風險的能力 嚴厲打擊任何嚴重犯罪活動 壓止一般違法犯罪現象 進一步增強市民及有客的安全感 因應特區政府已經選定危險版永久儲存倉 建設用地 我們將去明年一月開展危險版監管法律制度 及公開諮詢高作 並持續統朝推動後續立法程序 爭取明年內啟動立法 同時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 加大對危險品的監管及存策力度 盡最大努力減少市區安全隱患 配合相關範疇有關燃料中途槍的搬遷規劃 選址及建設工作 樓宇及場地放火安全的法律制度法案 已經送交立法會審議 我們將全力配合 跟進立法會的審議工作 繼續以越港警方加強情報交流與信息互換 開展三地聯合打黑的雷霆行動 強化反恐合作 嚴厲打擊各類跨境犯罪和有組織犯罪活動 維護區域治安穩定 第三篇 民房創新篇 配合民房法律制度及民房法律制度施行細則的實施 推動民房工作的重大革新 強化社會各方對突發公共事件的預防意識 預警能力、執行能力和應急能力 構建政府對民房行動強有力的事前預警 時中應急和事後恢復的現代民房工作模式 重組警察總局的組織架構和資源配置 以有效履行民房管理的法定職責 警察總局正對現有的民房總計劃 和專項應變計劃進行全面的修訂 以符合民房法律制度規定的要求 實現政府對民房行動的高效統籌 警察總局於2021年首季展開招募民房自然者 並為其安排合適的培訓課程 使其具備條件協助民房宣傳工作 和參與力所能及的民房行動 去應急指揮形容平台增加民房自然者管理系統 為民房行動中心更好掌握自然者資源 合理高效統籌自然者的民房行動 提供技術支撐 推動更多民房架構成員 將相關系統訊息接入應急指揮應用平台 聯同民房架構成員開辦配分課程 使成員更熟悉居平圖操作技術和功能應用 將啟動第二階段資源數據管理制系統使用規劃 逐步建設足以支撐民房體系的聯動指揮 和在惡劣環境下保障民房架構成員 有效通訊的智慧民房系統 水晶與2021大型颱風演習 將於2021年4月份改行 直以強化民房架構和社會大眾之間 應對台風的溝通和協助能力 各部隊和部門將加大利用各種網絡社交平台 進行宣傳教育 聯同民房架構成員 透過走訪社區、演習、街頭宣傳 舉辦座談、交流會、活動攤位 以及邀請社團和學生 參觀民房行動中心等途徑 推廣民房資訊 提升市民移民房架構部門的合作意識 以及自救能力 第四篇 《江油管理篇》 保安當局高度重視人員的 遵業操守和執法表現 持續透過各項措施 強化人員管理、堵塞金管流動 深化人員的手法意識 配合遊性管理舉措和警隊文化建設 凝聚人員對警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激勵人員團結向上和不斷進步 以建設嚴守法紀、廉結公正的執法團隊 持續強化執行剛性警務管理 加強以基金會、廉政公署和審計署等機構的合作 接受社會各界和市民大眾的監督 唐發言人員涉及違法違規行為 必定依法嚴肅處理 透過保安司司長辦公室警鐘場明欄目 公布人員懷罰外規個案 持續提高紀律管理的透明度 繼續取取以警為本的管理方針 重視各部隊和部門上下級的溝通 透過多種方式增進彼此之間的互動、尊重和信任 同時持續透過舉辦各種有益深深的民喻空體活動 提升人員的合作和團隊精神 展現正面積極、主動為民的應對警隊文化 繼續以其他地區的警務部門 舉辦不同類型警學研討活動 加三區域間警務技術交流 定期出版《澳門警察》、《刑徵以法債》等集志 鼓勵警學理論研究、分享學術經驗、培養學術思維 以提升整體警學理論水平 第五篇 《智慧警務篇》 為配合特區政府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的總體發展規劃 各部隊和部門將繼續全面推進智慧警務的應用建設工作 進一步提高對各類安全替勢的研判儀測和防範應對能力 警察總局對天眼四階段的運作進行整體性評估 確保項目在整體規劃、建設、管理、應用和監督等方面得到持續優化 並開展對天眼系統第五六階段建設的研究 逐步將天眼佈局延伸至港珠澳大橋人工島、清貿口岸和新發展區域 將總結從天眼四階段選彩200支鏡頭的陸像 進行後台人面識別和車牌智能識別功能測試的勝後 確保有關技術在嚴格守法的前提下得到應用 司法警察局將持續優化網絡安全事故預警及應急中心 網絡安全替勢減支系統的各項功能 按照網絡安全技術規範的要求 協助本澳軍縣基礎設施營運者加強網絡安全維護 有效應對網絡事故和惡意網絡攻擊 將聯同兩至三個行業的金管實體和營運者 共同舉行網絡安全事故演習 提升本澳應對網絡安全事故的總體能力和水平 海關將不斷延善海域智能監控系統的13個監控點建設 利用該系統實現對沿岸海域進行全域可視化監控 在這個基礎上透過海上行動指揮中心的統一調度 結合海上和沿岸巡邏隊伍 無人機隊和海上特艦隊的執行 形成的身形巡邏模式 對本澳沿岸偷渡黑點進行無間斷的監控 第六篇 《警民聯動篇》 促進警民之間的良性互動與緊密合作 是保安當局始終不變的重點工作 2021年保安範疇將在行政長官領導下 堅持以民為本 繼續聽民意、解民憂、保民安 持續三化警民間的溝通與聯動 有效拓展警民互動形式 不斷延善警務執行細節 同時主動宣講、真誠回應、及時為民計劃 誠肯接受媒體監督、推動警、紀、民三方配合 互相促進、自力將警民關係提升至更高水平 各部隊和部門持續三化死區與寫田和居民溝通交流 並以物流業、考案客運、工商業界、教育界、地下居民和物管業界等保持緊密合作 同時透過出政電台和電視時事節目等形式 廣泛推介保安範疇的施政措施 聽取市民和社會對施政工作的意見和建議 並及時公正處理公眾反應的問題 使警民合力達至更加的安全治理效果 不斷擴大現有市區警務機制的規模 使與田體和業界開展先前教育活動 提高市民的防範意識 同時持續強化各機制聯絡主任的專業知識 以更有效發揮市區聯絡機制的作用 共同維護市區治安環境 繼續以澳廣市聯合辦好警民同心節目 善用各種社交媒體逐步擴大發放 防罪資訊和最新警情信息的範圍 持續開展各類青年計劃 改辦多元宣傳教育和庫訪交流活動 增進警民之間的合作與互動 適時評估和完善以傳媒的溝通機制 對傳媒工作給予最大程度的配合和便利 持續以新聞發布會和案件延長採訪的方式 向傳媒發布案件資訊 確保傳媒及時獲得準確資訊並傳遞給公眾 第七篇便利通關篇 清貿考案預計於2021年第二季完成整體建設 保安局將考案建設情況適時安裝100條自助查驗設備 聯同珠海相關部門進行聯填聯試及通關壓力測試 以及開展消防演習及應對考案突發事件聯合遠鏈 確保考案通關之後的高校安全運作 海關去黃琴新考案應用人工智能設備檢查入境旅客行李 增加軍檢的客觀性、公平性及便接性 並以內地海關合作採用執法互助便接通關金管模式 利用互換正面清單合作提升通關效率 黃琴新考案第二階段永久客貨車通道啟用後 來往珠澳兩地的車輛通關將採用一站式現況 珠澳兩地邊檢及海關將透過各項合作實現共享設備 互通訊息貨車通關模式 已經完成的出入境管控逗留及拘留法律制度法案 結合警務部門去執法過程當中發現的漏洞和困難 以及服務經驗提出一系列預防出入境相關違法行為的措施 不但能震懾不法犯指、更能有效打擊灰髮入境 預期逗留、虛假結婚、虛假拼容 以及預防及打擊恐怖主義等犯罪活動 我們將全力推動立法程序 出入境部門籌備推出新款外地固然身份疫變證 以加強證件的妨藝性、實用性和安全性 海關將啟用電子車輛邊境通行證 推出網上辦理及簽罰車輛邊境通行證手續服務 提供更多電子支付方式 為企業和市民提供網上服務統一入口 推出大額現監網上申報服務 全面落實便民措施 第八篇《懲救重返篇》 2021年懲救管理局持續加強隊伍建設 嚴格育政管理、構建智慧懲救 推動監獄工程、協助社會重返 以有效履行法定職責 繼續嚴格執行保安崗位責任制 並製造科技設備、加強維護監獄安全秩序 持續以紀監會及相關執法機關 建立更緊密的通報及合作機制 巩固人員持廉守證的專業操守 依法嚴肅處理違法違紀行為 致力維護隊伍的專業形象及公信力 新監獄第三期工程而繼 2022年第二季進攻 懲救管理局將繼續全力配合公務部門 推進新監獄工程及附屬戶外設施工程的建設 加強監獄安全管理 繼續推進研究開發罪囑人風險評估系統 及罪囑人綜合評估系統 去金獄擴大高清攝像鏡頭的覆蓋範圍 改辦不同類型突發事故演習及應對外來 衝擊保安事故演練 加強各部門的應對協助能力 推動獄警隊伍職情人員通知 法律及懲救管理局的組織及運作 獄警隊伍人員的開口、培訓課程及實習制度行政法規的修改程序 歷真2021年完成上述工作 繼續以相關部門、社會服務機構及社團合作 為罪囚人提供教育課程、各類職業培訓及適潛、就業計劃 增強罪囚人重返社會的競爭力 繼續改辦工作方、普發講座、家庭支援計劃及民康親子活動 強化罪囚人及遠生的守法意識 學習感恩、關愛及回饋社會 使全社會支持及佔立罪囚人及遠生、重建新生 第九篇 金融執法篇 金融情報辦公室將持續以跨部門反清晰一切 及反恐怖融資工作小組成員密切溝通 及時掌握最新威脅制定前瞻的預防措施 並按照本澳整體經濟環境及主體產業的獨特性 持續檢討及修訂相關業界指引 邀請外地專家來澳進行分享交流或培訓活動 進一步提升本澳相關領域人員的專業知識 以更有效的策略預防及打擊清洗黑錢犯罪 金程辦以跨部門資金流研究專業工作組 將繼續密切監察清洗黑錢、恐怖融資、 大殺傷性武器擴散融資及不尋常資金流動的趨勢 特別針對現金交易、博彩相關交易 及另類匯款系統進行監控及調查 海關司法警察局及金程辦也展開情報合作 持續通過互聯系統及通報機制 排查跨境攜帶大額現金及票據的個案 減低本澳整體的清洗黑錢風險 指責閣下、各位議員 保安範巢全體人員在行政長官的領導下 將繼續開拓進取、變革創新 以底線思維及憂緩意識 密切關注、裝物評估影響國家及本澳安全的各種不穩定因素 提高防範及化解重大風險的能力 確保在維護國家安全、防災、減災、社會治安、通關管理 以及金融安全等方面的措施及部署得以有效落實 努力實現特區政府建設安全城市的目標 多謝各位的內心靈聽 我和各位同事準備聽取各位的寶貴意見 並且回答各位提出的問題